好 先来关注我国的疫情数据 我国今天的确诊数字降回了5字头 新增5793宗病例 而全国累计的病例也冲破65万 达到652204宗 至于确诊数字一直位居榜首的雪州 今天的单日确诊虽然是跌回1字头 新增1582宗病例 但是依然是全国唯一出现4位数确诊病例的州数 接着是斯美兰州618宗 以及沙拉越569宗 而全国今天再有76个人死于新冠肺炎 另一方面 研发疫苗已经成为国家的疫城和希望了 卫生部长阿罕巴巴在接受前锋报访问时就透露 卫生部医学研究所正在开发两种新冠肺炎疫苗 分别属于性史核糖核酸以及灭活疫苗类型 目前正致力于提高疫苗的效力 为应对未来的疫情做准备 他说国家科学理事会在去年的8月就设下了开发疫苗这个目标 而政府呢也在进行各种谈判 希望参与更多新冠疫苗的临床实验 不管怎样 如今我国要遏制疫情就必须提高我国接种疫苗的人数 而为了帮助疫苗接种计划顺利进行 房地部长子莱达就表示 他们设立了一个支持生态系统 其中包括了一个联络中心 以便可以联络那些没有赴约接种疫苗的人 房地部长祖莱达今天巡视他的选区 安邦选区内的疫苗接种中心之后 接受媒体询问时指出 刚成立的疫苗联络中心截至目前 已经成功联络了177名爽约者 在经过劝导之后 当中有97%的人士答应会再次前来接种 祖莱达表示为了进一步完善系统 他们也提供流动诊所服务 方便团队接触勒林人士 身障人士和流浪汉等等目标群体 以进行疫苗接种 至于被在野党严余 在社区里大规模喷洒消毒液 只是刷存在感 祖莱达指出大家误会了他的用意 喷洒消毒液的目的 不只是消灭新冠病毒 而是让大家有一个更干净的环境 感谢您的登场 血管流浪与 与何位 血管流浪与 游吞